大家好,我是清淺 看我的太阳花现在真正的绽放了 每个品种都现在已经开花了 里面有杂草的时候,及时给它拔一下 现在它们的枝条都长得特别粗 而且枝条上面的花苞也很多 现在每天都会有开放的 像这种虫瓣的太阳花 它的枝条会长得比较长 我们可以给它弄出来一些 根据自己喜欢的造型来给它造型 看,这个枝条都很粗壮的 太阳花养护的方法其实很简单 第一个就是要保证它的光照充足 第二个就是保持土壤的疏松透气 然后底肥要下足 它的枝条和花苞就会特别多 在长花苞和开花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减少氮肥的摄入 主要给它增加一些 领甲促进花苞和枝条 花朵开放的一些有机肥会比较好 看,今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这个牡丹呢,花瓣就是这样子的 看,开的最好看的是这个 这个应该是叫黄鼠龙 它的枝条呢 枝条也长得很粗壮 然后花朵也很大 这个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 看,这两朵一起开的 这个也很好看 它这个里面是比较深的 然后外面是比较偏黄的 你看它的这个枝条也是特别粗的 而且长得很长 我准备要用这些做一些棒棒糖 这个是叫琉璃 这种梅红色的也是很好看的 然后这个叫陈芙龙 其实我觉得陈芙龙和黄芙龙比较像 陈芙龙只是颜色会更偏深一点点 还有就是这种 这个叫冰籽 冰籽夏天也是很好看的 它里面是白色的 边缘是浓粉粉的 也是很漂亮的 对吧 嗯,太阳花还是值得大家去露手的 因为它繁殖能力很强 只要一段枝条就能扦插 然后呢,它花朵呢 就是现在呢 基本上每天都会有花伞 然后这个品种呢 是叫冰芬 它的条纹也很多 就是这种橙色的和这种霉红色的条纹 是不是 也是挺好看的 对吧 这个是叫蜜桃粉 看 这个揉揉的 也是很漂亮的 对吧 这个白和霉红间变的呢 是这个紫红色 这种也是挺好看的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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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